大家好我是大德 大家好我是老坦 我们上一集说到风雪城关庄 相信观众一定听的是意犹未尽 那至于为何兵败呢 其实说法也蛮多的 有些人认为应该要继续守住徐州 或许结果会被改变 我们这一集就让老坦先来帮我们 事后诸葛一下 守城其实也是一门学问 有的三天就丢 有的可以守到一年半载 在国军的军史上 有一场守城战 可以让一个军一次性的 获得了五美的青天白日勋章 这是在抗战的时候 被称为最成功的守城战 衡养保卫战 我们之前讲过 方先觉将军那一集 不过呢 台湾现在还有一位 真正确确实实打过的老兵 欧崇瑶欧伯伯 他那个时候是在城内 所以我们自己要透过他的故事 来讲守城 这边还有一个好消息是 因为看到想要泰山军的朋友 非常的多 超过了20位 然后我们这一集呢 也是要说以第四军为主的 衡养保卫战 所以陆伯伯 陆启东伯伯 他决定再加码20本 所以想要输的朋友呢 就反省透过超级感谢 抖内100元 作为邮递费用 那如果说上次没有抽到的朋友呢 这次就请不用再抖内了 我们会保留您的抽奖资格 所以其实抗战老兵非常的稀少 是 那打过垦阳保卫战这场 邪语类的史诗之战更是难得 那老谭之前说过方先觉将军 他也曾经提到说 是日本战史中记载的唯一一次 日军伤亡人数超过中国军队的一个战力 也赢得了日军的尊敬 对 这场战役主要是泰山军 也就是第十军所打的 它是发生在1944年的6月22日到8月8日之间 这的确是中国抗战史上最成功的战役 也是以寡敌众的典型战力 所以它被称为中国的莫斯科保卫战 至于欧崇尧伯伯呢 他是湖南江华人 他今年97岁 住在桃园中立这一带 他的记忆力非常的好 还可以画出他当年驻守的地点 我是湖南江华县 我是人民国16年 我是人民国31年 那个时候终于战争了 印尽了 快到最后改端了 像这样子记忆力惊人的程度 对于我们这种一目十行 过目即忘的人来讲 其实蛮令人敬佩 那有些老兵呢 其实他很注重他自己的生命经验 尤其他重视的程度是超乎我们想象的 这些老兵呢 他们面对自己的人生战场呢 其实他们是用认真的态度来面对 这就是自我的胜利 那我们拉回来讲 他是在1942年 才15岁的时候 因为那时候国军筹转丁 他的哥哥被抽中 因为他哥哥还要在家里种田养家 所以他就带凶从军 因为他已经念到了教会学校的初中部 所以表现很好 之后呢 被分发到陆军第十军 第三师师长是周庆祥 他有一次呢 不嫁离开了部队 想要回到家乡 结果在火车站里面被抓兵 所以一样又被分发到了第十军 站边第54师的第一团的团部 这个师的师长是劳少伟 因为欧伯伯他会写字 所以就被派为军械士 那个时候最怕是给他整兵 他整不到兵了 是抓的 抓来来抽签 抽签是假的 抽签全部都中 帮我调到第四军 第三军 过年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部队住在那个 长沙下来的 车火车站 我看到火车来了 我没有人来管我 我刚才我调上火车 我晚上可以回家 不到十分钟 那个五死十死的纠杀队 就来纠杀 结果这又被五死十死抓来了 到了1944年 他们的部队从湖南相应 转移到衡阳 驻守在湘江洞岸的飞机场 那个时候衡阳的飞机场 由美国飞辅队的战斗机 轰炸机将来来去去的 最多的时候 可以停换到几十架之多 在衡阳保卫战开打之前 日本就经常来轰炸 也就是说 所有双方要先争夺这个空游 再替这个即将展开的战事 先打基础 没有错 所以1944年6月23日 衡阳保卫战它正式的开打 欧伯伯所在的这个团 也就是站边第五十四师 它的第一团 那个时候在施展 劳少伟的命令之下 就是奉命在那天离开机场 要在天黑以前 暂点乡江以东 衡阳东南方 大概是五六公里处的一个 正地叫做五马归潮 民国三十三年 这个六月二十三 下午三点钟 我们接到命令 天黑以前赞云五马归潮 这是一个中间有一座山 比较低凹 好像一座马潮一样 四周呢 有五座小山的山水深入的凹中 好像五匹的骏马 都同时面向这个马潮 所以还叫做五马归潮 那五马归潮的争夺战呢 也象征着 衡养保卫战 它的序幕战开始 那欧伯伯刚好就从第一天 打到了最后一天 不过 欧伯伯他们所在的站边 第五十四师第一团 面对日军的优势炮火 死山惨重 六月二十四日 也就是在端午节的前一天 最终巧巧的撤离 投向了血月的总部 团长率领部下撤退 可是老谭刚又讲说欧伯伯在城中 这到底怎么回事 战斗的时候呢 欧伯伯他们这个团呢 第一营和第三营会合了 可是第二营找不到 所以那个时候 曾经担任过第二营班长的欧伯伯呢 奉命就是要去对面的山头去寻找 等到他回来的时候 发现到团部都已经走了 他只好再回到第二营 而且因为五马归潮已经陷落 机场危险 所以他们那个时候 已经无法脱离战场 所以欧伯伯就只好与第二营 还有连同其他还在 向江洞岸的部队 一起度假 进入到衡阳城内 然后呢 他与他的弟兄呢 就被部署在向江西岸 竟然还有这样子的部队 就是团长带着自己人先跑了 留下三分之一的人 其实都不管他的死活了 那个时候 因为军队里面 他还是有所谓的派系问题 这个说来话长 我们其实从这一点来看 近现代的战争呢 有时候也是必须要承认 就是那个时候的国军 并不是铁板一块 有很英勇的 也有很不英勇的 另外也就是 蒋介石跟将领之间的互动 还有将领跟将领之间的互动 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关键 不过呢 总的来说 一般而言 同一个军 多半还是会把自己视为 所谓的兄弟部队 会尽力的向救 所以那个时候 从桂林港过来的 第十军的军属炮兵仪 在开打之后呢 还冒险送进了六门的美式上炮 还有两千发的炮弹 而且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那整个亨阳保卫战的守城的部队 一共其实就是第十军的第三师 施展是周庆祥 预备第十师 施展是葛仙才 第190师的施展是龙酉略 总比例大概就是一万五六千人 至于也是属于第十军的站边第五十师师 那个师展是劳少伟 他实际上呢 就只有派一个团在乡江洞安 那最后呢 只剩下欧伯伯他们这个营 在衡阳城内 那我们这边呢 也要特别提到这些师长 主要是因为 之后的国共内战在山东战场 会有他们的故事 老谭这边又要铺梗了 我们这边就先不差题 回到这个衡阳保卫战 国军的防守兵力 是第十军队有三个师在城内 一万五千多人 看起来是严重的缺额 那这样的兵力能守? 其实是不好守 但是打得很好 总之呢 日军在攻打衡阳 他是从6月23日开始 因为日军第十次的残杀会战 他们是在6月18日清取的残杀 现在守一个三十多万人口的 衡阳的只有一万五千人 所以日军仰言说 三天可以拿下衡阳 而远在重庆的军令部呢 评估也是差不多 没有想到23、24、25 三天过去了 虽然第十军的繁育圈缩小了 已经从江江洞岸 撤退到西岸了 可是呢 日军并没有把衡阳的给占领 所以他们从6月26日 开始第一次的总攻 到了7月6日 因为玉石师的师长耿仙才 他那个时候很勇猛的 把战家山的阵地给夺下来 所以他复伴了晴天白日巡战 之后呢 日军又在7月11日 展开了第二次的总攻 8月4日第三次的总攻 一直打到了8月8号 衡阳在外武援兵的情况之下 最后陷落 对于这一段呢 老谭之前有做过一集遥远的枪声 有兴趣的朋友呢 可以找来看看 那照这样看来哦 日军在打衡阳的时候 是发起了三次的总攻击 对 因为第十军的反手非常的坚强 所以日军的死伤很多 估计是1比3 那这次是非常的罕见 国军一个 日军要死三个 那欧伯伯讲 白天的时候呢 日军会进攻 特别是在上午 到了下午的时候 老百姓会在日军的逼迫之下 去扮演尸体 那这个时候国军也会停止射击 开始修阻被破坏的攻势 欧伯伯他也讲 他最难忘的 其实是日军焚烧尸体 每一天 从下午上十分钟就开始扫 整个空气都要臭味 那以备你的尸体啊 他们都祸化了 我们的尸体啊 烧掉 臭都不得了 所以那个欧伯伯 他见证死伤惨重 日军的部分 欧伯伯其实 我们可以看到他命中注定 好像就是要打这场 衡阳保卫战 从他第十军第三师的逃兵 又被抓回来变成 又是在第十军 战边第五十四师 结果团长率不撤走 他又没撤成功 就最后到城内 是打了这一场 可是呢 因为衡阳城 在8月8日陷落 所以欧伯伯他也成为俘虏 攻中央银行 他开始挖动 今天冬地 晚上停在空中空的下 他就反正大一波动了 不过他也很快的逃出 我们知道 因为日本人 其实是比较崇散英雄的 衡阳保卫战真的是打得好 所以反而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刁难 白天宁将军的书 也提到这一点 他说在衡阳保卫战的47天 国军始终没有办法 获得日军的身符 只有几次 是从失而复得的碉堡 才捉到了几名受伤的日本军 可是呢 这些日军都拒绝受伏 绝食而死 很有武士道的精神 在风雪城关庄那一集 陆启东北北有说 既然被围就早点突围 如果一样被围 还不如守徐州至少能打久一点 或许他也是基于这个衡阳保卫战的经验 所以大家应该都蛮想要知道说 抗战或国共内战史上 为什么没有办法像衡阳守的这么久 其他的城一打就破了 守城真的是一门学问 所以我们看衡阳保卫战 日军他以数倍的兵力为功衡阳 而且还出现了罕见的死伤 第一点 其实是当时挖豪沟 挖得非常的确实 这个豪沟呢 最主要是构筑在西南丘陵这一带 丘陵向敌人的邪命 全部通通都是血尘断癌 所以那个时候有翻新决好的称呼 那对于衡阳保卫战很有研究的 陆启东伯伯他也说 因为日军的火力太强 这个守军为了要增加日军进攻的难度 他只有加强攻势来做防御 日本人把他定为方先觉豪 他另外又加了一个豪沟 你们可以从日军进攻的方向看 他第一道是地雷区 第二道就是这个所谓巨马 用木头做的 巨马后边就有铁丝网 铁丝网上面第十军又挂了很多 很容易发生音响的东西 就是说他夜晚进攻的时候可以听得到 这是前面的三道障碍 另外第十军把这个地面向下挖了 大概有两三公尺 这个两三公尺是一个豪沟 这个豪沟他下面定了钉子向上 又放了一些水增加他的难度 再过去他把每个山头的前沿削成峭壁 成为90度 豪沟再加上峭壁 在进攻的时候这增加了很多难度 另外呢 他在豪沟上方加了一个手榴弹的投资口 那个他是隐藏在这个豪沟里面 所以日军在这个进攻方面吃足了苦头 简单的来说 翻线卷壁并不是什么复杂的工程 他唯一就是在全城老百姓的协助之下 挖的够深够宽 而且是把山铁面向日军进攻的方向 其实就像是徐邦会战一样 解放军挖这个豪沟来围困国军的道理 两者应该还是有一点不同 因为那时候在淮海战场的豪沟 其实很多是一夜之间挖出来的 他并没有那么的深也没有那么的宽 他主要还是阻绝国军的运动 我们讲宽宽杰豪 除了挖的够深够宽之外 他的豪的前面 手军还会在设置一些连缓的地雷区 障碍物等等 用来辞制日军的进攻 那外豪的豪底 还会有那种防止这个稻刺 甚至于上面还会插芦苇 或者说灌水 使日军通过的时候非常的困难 这个你像是猎人在猎捕猎物那种感觉 上面还会隐蔽一下 这样子 那老谭介绍了这个方兴爵豪 那第二点重点是什么 管异的来说其实就是弹药要充足 我们看国共内战 到了中后期 当然是大炮族裔 常常就是可以看得到说一次百开 就是数百门 甚至于是三千门的火炮 一次性的开荒 那在初期的时候呢 因为缺乏火炮 所以手榴弹或迫及炮 这些都是变成是攻击 或反手反相对重要的武器之一 欧伯伯他们打的衡养保卫战来说 因为那个时候所有面向日军的丘陵地 全部都削成了峭壁 所以日军没办法攀爬之外呢 翻新卷好呢 它一个特点就是在绝壁的顶上 还会修建的手榴弹的投资好 或者是坚固的堡垒 到时候日军要进入到豪底的时候 上面会丢手榴弹下来 他两个顶抗到他拿出架子来 我们在楼上他在楼下 我们就把手榴弹往下丢 很想会在手榴弹用的最多 用的三十一万项 这里我们特别凸显的这个手榴弹 但在我的认知里面 其实机枪打出去 啪啪啪啪 就倒了一整片 手榴弹的威力 感觉起来好像已经胜过了机枪或炮弹 是 我们之前讲 于成万的 长德保卫战那一集 也有提到 看战时候呢 这也是一场少数 可以端得上台面的保卫战 手榴弹也是发挥了最大的功效 那因为那个时候 机枪的子弹 其实还是相对的比较珍贵 消耗的会更快 手榴弹其实是可以撑的更久 那欧波威也讲 因为它是军械式 所以手榴弹 后来到了在进行巷战的时候 都非常的有用 大家无法想象 为什么手榴弹在衡养保卫战 可以发挥这么大的作用 第十军预备第十师的师长葛仙才 他是第一位获得青年白日巡战的将军 他说那个时候 第十军有良好的默契 每个班 比如说都有一到十的编号 一个牌有三个班 假如手榴弹的爆炸 直径是40公尺 排长只要喊一声 一号准备 头 那么三个班的一号 会同时的支出 它的爆炸威力 几乎可以同时封杀 排阵地的全部正面之地 既可以节约弹药 又可以达到最大的杀伤地 跟我们想象的有点差距 原来手榴弹是这样使用的 他是用战术性的使用 不是像每个人这样随便乱丢 对对对对 对于葛仙才将军的说法 其实兵败陈冠庄的杜宜明他也说过 在徐班会上开打前夕 虽然共军那个时候没有什么特别的重武器 可是在手榴弹还有破机炮方面 其实他是以国军相当的 因为又可以局部的灵活调动 所以只要能够做到兵力的集中 还有火力的集中 还是可以给国军很大的威胁 所以这打的也就是团体战 如何使用 其实还是在将官的这个临场判断 在我们作战的时候 对军人最好的奖励 就是给你充分的武器弹药 如果你可以用的话 就可以打出最大的战果 的确如此 其实就像我们前一集提的 陈冠庄战役 大雪之后恢复公投 一开始空投就是续讲 黄百涛 黄百涛纪念册这些 给杜玉敏这些将领看的 还有空投一些传单来激励士气 可是那个时候因为没吃没喝的 所以空投这些物品下去后 其实一般的官兵心底 一定难免会叉叉叉 所以属于第52军系统的战情官少将 我们之前也介绍过他 他里面也意在言外的提到这一点 他说陈明仁打四平街战役的时候 对于有功的这些官兵呢 他给他们的奖赏是什么 其实就是手榴弹数十枚 子弹数百发 他说因为要在激烈的战斗中 你要能够存活的话 弹药比什么都还要重要 在战场上活不下去 其实你拿到再多的钱都没有用 对而且那个时候经验权已经不值钱了 的确 之前老谭也做过陈明仁的故事 他跟方先爵一样都是守城汉将 也一样打完就被冰冻起来 那我们接下来要提的第三点是什么 就是指挥官的正确判断 这一点其实是很重要的 因为他牵涉到你的兵力配备 还有预备队要如何使用 比如说像是我们前面一集讲到陈冠状战役 总的来说因为整个徐范会战 他失败的因素很多 我们前面一集又说这一集就不要重复 那可是有一点可以提的就是 那个时候徐州角总司令刘子 他说顾虑长江与怀河的皇物 结果处处顾虑处处落 分散的决战方面之兵 最后导致会战失败 那长江还有怀河也不能守 我们拉回来讲到衡养保卫战 他在开打前夕 所以范仙爵那个时候曾经对衡养周边的地形 做了非常严密的侦察 因为衡养的北边有珍水这一条河 东边有湘江可以作为天然的屏障 所以那个时候预测日军的主攻方向 主要会是从衡养的西北攻过来 可是那边水碗比较密布 而且有一些水田池塘等等 所以范仙爵他的兵力虽然少 可是他的主要的配备就不是放在这些重点 而是大胆的把它集中在城郊的 西南还有南正面的丘陵地带 那我们刚刚前面讲到的范仙爵好 主要都是设在这个地方 总之呢日军的真正攻击箭头呢 也的确是以衡养的西南还有南面的丘陵地 这些为主 双方的兵力呢大部分也都消耗在这个地方 最后呢让日军把这个衡养成为华南的旅顺要塞之杖 既然日军损失了如此之惨 可是打了47天他还是把衡养给拿下来 我们看这些战役其实有时候会不知道说 这到底算是失败还是算是成功 对 老谈一开始也有提到 第十军还拿了五枚的青天白日寻章 听起来应该像是成功 应该这样讲 我们用一位打过衡养保卫战的老兵 万箭武 他出版过一本小册子 它里面写说 残衡会战是失败的 但是衡养保卫战是成功的 这样讲可能会比较贴切一点 这种说法呢其实是有点吊诡 主要是说残沙衡养的会战打输了 可是衡养保卫战是成功的 那这里后面的这个成功 是从一个比较大的宏观格局来看 因为1944年日军的一号作战 投入了50万的大军 历时10个月 除了在衡养提到铁板之外 国军都是一窥千里 残沙桂林这几个大臣 都是三五天就陷落 那个时候全世界的同盟国 基本上都已经在全面的反攻 只有中国战程是打成这个样子 所以那个时候重庆震动 蒋介石他都准备要迁都西餐 如果没有从衡阳的47天 再加上日军在打完之后 还必须要修整 整个延误了日军的攻击箭头 等到日军后来攻到了贵州的独散 已经到了冬天道路结冰 所以重庆才转为危案 所以刚才说衡阳保卫战会是成功的 指的就是避免重庆陷落 从历史上来看 有时候真的要用宏观的角度 才能来做评论 那这个欧重阳欧伯伯怎么看 老兵虽然不是降临 可是他就是在当时亲身经历过的人 其实欧伯伯他的看法也是一样 台湾有一本《纳断英烈的日子》 这本书里面访问了很多的当年的看障老兵 也有一位就是欧重阳伯伯 那欧重阳伯伯他认为 如果没有第十军的奋力抵抗 日军一定会提早对湖南还有管西完成这个占领 那还会利用秋天还没有下雪的时候 把整个贵州扫平指导大后翻 所以如果照这样来看 青天白日勋章得到这个勋章的价值是不是就在这里 对这场保卫战后来范仙爵他们的这些将领 后来先后逃出回到了重庆 军委会还特别授予军长范仙爵 还有第三师的师长周庆祥 190师的师长龙永烈 甚至于只有一个赢在衡阳的战边第五十四师的师长劳少伟 他们都得到了青天白日勋章 至于我们这一集也有引述到葛仙才将军的回忆录 他是当时在守城还在打衡阳的时候就第一位 先得到青天白日勋章 可以说一场守城战可以得到五枚 其实是在国宫内战或者说在抗日战场上面 其实是非常之罕见 甚至于说是绝无仅有 所以这一场保卫战里面 一个军拿下的五面的青天白日勋章 真的是让人家很服气 所以我们如果再把之前第十军的军长 李玉坦给算进去的话 其实第十军足足拿了六面之多 我们之前也曾听说过青天白日勋章 就像是民间传说中的免死金牌一样有用 老谈之前也讲到四平街战役 那时候送出了两面 之前也有提到过 第十军虽然说出了六面 因为我们刚才提到免死金牌 其中有两位降临的被枪毁 一位是周庆祥 他后来在山东作战失败 被送到南京枪毙了 另外还有一位是李玉坦 他后来到了海南岛 然后再转到台湾的时候 后来也被枪毙掉 传说中的免死金牌 终究还是传说而已 保不了命 感觉老谈呢 这个就是在突后面的梗 我们之后会说到山东战场的时候 会说这一段的故事 因为徐州的侧腿 其实是与山东济南的失守是有关系的 而济南的失守呢 他的起源又与周庆祥 这些将领是有一些关系 所以这个错综复杂的历史 听起来蛮复杂的 但他有故事的内容 我们就会知道他是非常有意思的 这集虽然以衡阳保卫战为主 可是这两集也都提到杜玉明撤离徐州 最后兵败成关庄 那么如果坚守徐州 有机会造成国共版的衡阳保卫战吗 也就是说徐邦会战是失败的 但是徐州保卫战是成功的 守城要成功 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 是一定要有外围的援军 抗战的时候呢 比如说像台湾转战役等等 那个时候都是三面受敌 后方的补给线 其实都还保持畅通的这种情况 至于来解围的这些援军呢 他又比围攻的日军来的强大 所以才可以展开防包围 最后造成这个内外夹戟的战果 那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 老实讲徐州能不能守 看兵力应该是足够的 可是如果徐州被整个四面包围 那要能够成功守的下去 一样也是要有援军 而且这个援军必须要更强大 那我们那个时候看一下 华北华中的这些战场上 蒋介石能够抽调出来的 甚至要比整个杜云民兵团 还要来的更有战斗力的 其实几乎是找不到 所以要能够来解杜云民兵团之围 看起来应该是无解的 那我们最后要说的是 我们前一集录影的时候 有赠送泰山君这本书 抽奖资格就是限定在12月6日 5月12点 那以下是我们抽奖的录影画面 好的这一次的证书活动 截至12月6日5月12点为止 总共有35位朋友符合资格 老谭都给了一个抽奖的序号 在6日下午由我施必来抽 因为他整天都在开会 那么就从现在开始 我们来开始抽奖 好的我们看得出来 右手边这个抽奖的结果 已经出来了 以上就是这20位的得奖的民众 他们可以获得这一次的书籍 抽中的朋友老谭都会在 每一位donate的留言串里面 回贴留言信箱 podcast at eatitoday.net 然后附上您的尊贵的大名 以及地址 还有联络电话 我们就会有专人把书寄送给您 我们这一节节目呢 因为讲到泰山军 所以陆其东伯伯呢 决定再加码20本 想要书的朋友们呢 麻烦你透过超级感谢 donate100元 作为我们的邮递的费用 而上次没有抽中的朋友们 上次有donate的 这次请不要再donate咯 因为我们会替你保留重抽的资格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 谈病毒 新闻与历史的汇流处 军事是故事的主战场 只取一瓢影 结合军事历史跟人文的节目 除了在YouTube上面可以观看 在底下帮我们留言交流之外 也能用Podcast收听 欢迎听众们到ApplePodcast上面 给我们留言跟五颗星的评价 再次谢谢老谭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见啰 拜拜 拜拜